哇塞,今天我们要玩的是佩琪的城堡玩具 这是丁丁鸡最喜欢的一个玩具啦 佩琪的城堡是什么样子的呢 让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吧 好漂亮的城堡呀 城堡上有两个尖尖的屋顶 它的墙壁上爬满了漂亮的爬山湖 八扇窗户和一个大门 让我们打开这扇门来看一看吧 欢迎来到小猪佩琪的城堡 这个包装袋里一定装的是城堡里的配件啦 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吧 一个紫色的穿衣镜 一个金色的烤炉 这是一个红色的宝座 还有一个浴缸呢 漂亮的紫色衣柜 这个应该是城堡的阳台啦 啊城堡里还有一个漂亮的苏星星女哦 它有一双漂亮的粉红色翅膀 还有一根星星的魔法棒 这个单独的小盒子里装的就是我们的佩琪公主了 它戴着漂亮的皇军和象征全力的项链 在打开这个盒子里看看有些什么 一张粉红色的床和枕头 一个蓝色的床和枕头 还有什么呢 哦还有两个蓝色的宝座 当当我们的乔治骑士出场了 他拿着盾牌 穿着很帅的骑士服装 这里还有一个紫色的大布丁 两面三角形的小旗 一个装满金币的宝箱 哈哈 你们看这是什么 原来是乔治和佩琪最喜欢的泰迪和恐龙 让我们把这些配件摆放到城堡里面去吧 我们先在城堡外面装上两个露台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佩琪公主有时候会站在阳台上 看看外面的风景呢 再在屋顶上插上这两面三角形的小旗子吧 在城堡的大厅 我们放上这把红色的宝座 在两边摆上这两把蓝色的椅子 在藏宝室里 我们放上这箱金币 这间屋子 马上变得中壁辉煌起来 楼上是乔治骑士的卧室 我们按上蓝色的小床 这一间是佩琪公主的更衣室 我们摆上紫色的穿衣镜和紫色的衣橱 隔壁就是佩琪公主的起居室了 我们放进去粉红色的小床 佩琪公主很喜欢粉红色呢 它旁边是城堡的卫生间 一个超大超舒服的浴缸是必不可少的喽 最后一间是城堡的厨房 金色的面包炉就在里面啦 上面还有一个紫色的大布丁 从前在丁丁机小镇 有一座漂亮的城堡 这里住着佩琪公主和乔治骑士 漂亮的佩琪公主从美梦中醒来 她来到更衣室 戴上了王冠和象征权力的项链 今天苏西仙女要来拜访他们 乔治骑士也醒来了 她准备去洗个澡 让自己更精神一点 泡了一个热水澡 乔治骑士精神抖擞 接下来她也来到更衣室 乔治骑士换上了自己的骑士装 乔治骑士照了照镜子 我可真帅呀 苏西仙女已经到了 佩琪公主坐上了红色的宝座 乔治骑士坐上了蓝色的椅子 苏西仙女走了进来 她说 尊贵的佩琪陛下 乔治骑士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到你们的城堡做客 我给你们带来了礼物 请笑呢 谢谢你苏西仙女 你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咪 这只太迪熊是献给陛下的 这只小恐龙是送给乔治骑士的 谢谢你苏西仙女 这真是很棒的礼物 谢谢你苏西仙女 殿下 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串非常漂亮的珍珠项链 和仙女们一起为你制作的一件粉红色礼裙 太漂亮了 我赶紧去试试吧 黑奇公主来到更衣室 戴上了漂亮的珍珠项链 穿上了漂亮的粉红色礼裙 黑奇公主照了照镜子 看见镜子里漂亮的自己高兴极了 苏西仙女 感谢你为我们带来了珍贵的礼物 我们也为你做了一个超级大布丁 现在我们一起去享用吧 大家一起来到厨房 咪 这是我最喜欢的葡萄味 那就请尽情的享用吧 苏西仙女 大家一起开心的享用美味的布丁 呼呼呼 欢迎小朋友们也来到我们的城堡玩哦 再见 乔乔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搜索丁丁鸡爱玩具 可以收看更多玩具视频哦 记住了吗 丁丁鸡爱玩具